好来看看今天小狼再次给大伙带来我们小李仔的抱头哥啊 小李仔抱你头 他的最强的人物权系列无伤 这么说呢 无伤和武进啊 他所有的 所有也就是说全人物的无伤和武进全都出了 那无伤的话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顾名思义就是全程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这里面跟大家讲一下 而且玩的是天王难度啊 咱们不要觉得好像那无伤是不是玩普通 无伤玩天王 同时呢 咱们在无伤的基础上啊 这个你看啊 全人物 那么诸葛亮无伤应该是最简单的 然后呢 魔章飞呢 应该是其次 因为魔章飞主要牛就牛在 他这个人啊 攻击力高 很多宝也都能用 所以说魔章飞呢 他的而且攻击距离还远啊 就是魔章飞呢 他的这个速通的路子呢 是什么呢 他的速通的路子 就是说我快速的把兵和Boss秒掉 而诸葛亮呢 就是因为他的移动 还有他的技能 比如说必杀 或者说他的放宝 还有他属性剑 比较稳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啊 其他的人都真的是太难了 你像白张飞 他血那么多 你无伤你再多血 给你一滴血 你也没有用啊 对吧 你不能费血 费血一次 挨打一下 对不起 不好意思 重来啊 不好意思 所以说无伤是真心挺难的啊 那么这里面要跟大家和我讲 我们看看 爆炸的一瞬间进去啊 这个是不会被炸倒的啊 这些小技巧 这里面他为什么要进到这个屋呢 可能也是为了让自己多多的打点等级 然后咱加点东西 等级 你看马超这个人是比较克制小动物的啊 马超的是比较克制小动物的 这个动物的话 四下正常就打死啊 这马超是比较野性 跟大家会讲一下 可能很多人对马超也不是很了解 每次我们解说三国战绩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新的故事 这次呢 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马超的故事啊 马超呢 大家伙知道 马超祖上来源于什么 对吧 想当年这个西汉末年的时候 王莽篡汉 对吧 王莽篡汉 后来呢 这个汉光武帝刘秀 在家种地的时候 他跟他哥刘眼啊 对吧 选择了这个起义 起义之后呢 可以看到在陆林军当中 对吧 最开始呢 他们立这个庚史帝刘玄 啊 待会儿记住 刘玄不是刘玄德啊 啊 庚史帝刘玄为帝 那这个人呢 心胸狭窄 然后呢 就把他哥刘眼整死了 然后呢 汉光武帝刘秀 这个自己拉帮结果 他不仅战胜了 这个对吧 他不仅战胜了 这个 咱们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王莽的 这个这个政府军 又战胜了 什么赤眉军 平定了这个陆林军内部 最终呢 成为一代的这个 这个 汉光武帝 也就是说 东汉的开国皇帝 那这个东汉的开国皇帝呢 他手里下有一个人 就是叫马元 咱们都知道 有一个叫福国将军啊 这个马元 就是他的祖先 那这个应该说是 有很高的政治成分了 而这个马超呢 就出生在这个 对吧 出生在这个 这个 这个祖国的西部 甘肃这个地点 是吧 咱们就说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 这个马腾是他的爹 咱们那时候就有马铁 马丸 啊 还有他表 对吧 还有他堂帝 这个马带啊 九度马带 对吧 那等等 总体上来讲呢 你就去跟大伙讲一下 就这么个路子 其实呢 马超呢 很早就出场了 咱们看三个演绎 也有很多地方都跳过去了啊 你比如说三个演绎的时候 咱们大伙知道 董卓啊 董卓在梅乌 那他要进发到长安 想要登基成为皇帝 结果呢 啊 在三个演绎当中 是被这个 啊 这个 吕布啊 还有这个 对吧 吕布 还有这个 王允 设计 杀害 是吧 派这个李肃呢 去传诏 说要善位于这个 对吧 这个 将大汉善位于这个 董太师 啊 我自己当不了皇帝 所以说太师呢 想要当皇帝 最终啊 这个被诛杀 后来呢 诛杀之后呢 大伙都知道 哇 王允 这个呢 就有点飘了 他就觉得啊 现在也该正天下了 最开始帮助董卓啊 这个 搞事情的人 都要拿出来整死 然后呢 这个 对吧 这个 应该说这个 应该说啊 这个 李绝和郭四呢 手底下有兵 他又跑到这个 对吧 这个陕西这块啊 跑到这一块呢 又开始搞事情 然后拉了一堆农民起义军 反攻长安 最终呢 还没让没想到 让他夺权了啊 这是贾曲给他出的 这个主意 对吧 这个贾曲给他出的主意 操作者是小李仔啊 李仔 全人物无伤和全人物武进 他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视频 就可以做他们的啊 然后呢 这里面跟大家说讲 呃 为什么要讲这段的故事呢 因为这个 因为咱们看啊 很多人都吃 就是很少 有好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李绝和郭四 你只知道 董卓手底下有谁啊 有吕布 啊 有李如 哎 你有对吧 有李肃 你知道这些人 你不知道他手底下 其实还有很多 对吧 咱不能 不能说是能争善战 但是呢 还算是不错的啊 一种那种 二线 中下的那种武将 比如说李绝国四 啊 比如说谁 还有什么张继 樊仇 啊 这种人 大家会能理解吧啊 这个李绝和郭四呢 他俩被吓跑了 跑了之后呢 手底下这个这个谋士啊 就跟他说啊 这个这个贾许 一直也是活到大结 咱不能说活到大结局啊 应该说是善终的人 这个贾许就说 说你俩 对吧 你俩将军 你俩 你俩跑也是死 对吧 你带着你没有军队 没有粮食 对吧 你手里有军队 你还有反击之力 你现在打回去 这不是他就打回去了吗 他打回去之后 啊 跟吕布打 虽然说呢 打不过吕布 对吧 虽然说打不过这个吕布 但是呢 人家人多 吕布就一个呀 吕布呢 对吧 只能守着这边 不能守着那边啊 结果让人偷家了 这个王允呢 就含恨自杀 吕布一看大势已去 啊 这个这个带着成功就跑了 啊 他就跑了 跑了后来呢 大家伙知道啊 他是这个先头 这个袁术 后头袁绍 然后 然后又又又跟着什么 对吧 这么张扬 张苗什么的啊 乱马气糟的啊 反正投这个投那个 后来呢 又投刘备啊 当然这是后话了 啊 后话了啊 反正说这个意思 你看 这个吕布呢 跑了 王允死了 那最后那个朝廷 长安那个朝廷 是归谁管呢 啊 就归这个吕绝和郭四管 这俩人呢 哎 这俩人吧 怎么说呀啊 就说是 这个都有点东西 大伙说这俩人啊 应该说是好哥俩 应该说啊 在俩人一起创业的时候 在创业之前 他俩是亲如兄弟 但是一旦拿到的权力 两个人心态就变了 最开始很好 俩人一起睡 又啊 你想这 就跟刘关张似的 俩人一起睡 说你看天下 现在是咱俩的 对吧 但是呢 你 你跟我啊 就就就就就就就 啊 这个这个 但后来呢 还有一些 这个大汉忠臣 这些大汉忠臣呢 就想办法 又是离间之计 你看啊 那对吧 美人计是貂蝉 王允貂蝉 吕布董博 啊 这是美人计 这个这里面 这个离间计呢 跟美人没关系 但是跟女人也有关系 对吧 这个啊 郭四 他的夫人 应该说是呢 郭四的夫人 是一个 小心眼啊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白了啊 就可能 觉得这个郭四啊 这个 你怕他找小老婆啊 或者说是跟人搞 搞破邪 什么之类的 他又说啊 这个这个 他有个闺蜜 这个闺蜜呢 是大汉忠臣的 这个人 他就出了个计策 让他让他闺蜜 跟这个郭四的夫人说 说什么呢 说呀 说你 别老去人李绝家 你不知道你老公 对吧 去人李绝家 你看李绝他家 那个小媳妇 看你 看你老公不对劲吗 啊 对吧 他老婆女人嘛 他懂得 懂得屁啊 对吧 而且就算就为了公众说白了 那那个时代 男人三妻四妾啊 就这个都 就都能理解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小心眼啊 对吧 对吧 他又没法明说 他说你看 他说 夫君 你看你 你别去了 因为我感觉他老婆看你不对劲 他不都这么说 他的意思你别去了 啊 怎么怎么样 你去了之后 他对你 他被害你啊 对吧 你看你俩现在都共生天下 他被害你怎么办 这郭四说 四人之剑 啊 你懂个屁啊 我俩亲哥们 你懂个屁啊 啊 一次两次 还好 对吧 次数多了 这郭四也有想法 对呀 这万一他害我怎么办 结果有一天 他去李爵家吃饭 回来吧 就拉肚子 而且呢 就是这一晚上 这拉了得有个 得有个十来次大伙子 架住了啊 这个好汉架不住三颇西 等着你拉肚子 拉三次受不了 拉一宿 他说怀疑他妈 你给我下毒了吧 说给我下毒了 结果呢 这郭四就越想越不对劲 说你要害我 他就跟李爵就掰背手 他说我要给你打 李爵说 你跟我打干嘛呀 你还跟我打 你还要杀我呢 那不服的就干 结果呢 李爵呢 就一个呢 就把李爵是把皇帝 转手里了 然后这个郭四行刑 他你有皇帝 我有大臣呢 他把大臣给抓住了 当人质 两方就那么好 耗着耗着的 汉宪帝也受不了 汉宪帝就跑了一个 后来就就就 对吧 就有个叫杨凤的军阀 哎 大伙知道杨凤手底下 有元大将叫什么 叫徐晃 大伙了解吧 徐晃大伙都了解啊 徐晃呢 被称之为周雅富之风 呃 偷袭之后呢 败走卖城啊 大伙说 这个徐晃很厉害 徐晃手底 对吧 徐晃呢 当时的这个就是杨凤啊 是他的长官 就杨凤呢 就是他也想搞事情 对吧 他也想抓住这个汉宪帝 然后结果呢 这个 结果这俩人呢 打着打着 他俩又和好了 就这 这俩这哥俩 李爵和郭四 打着打着又和好了 对吧 和好 这个杨凤就不干了 对吧 这个天子 他当时就架临到一个小地方 这个地方就安逸 安逸是吧 对吧 那个地方就安逸 然后呢 有个小草房 他就给他住 没饭吃 然后呢 没饭吃呢 这帮人都不给他饭 结果他这个 他这个皇帝 当的是真别屈啊 当的是 真的是别屈 这就很难受啊 就当着真别屈 这后来 这不是 这不是那个曹操 啊 这不是一个曹操 就就来了吗 很多人说 小狼 你讲马超的故事 你想马超的故事 你为什么要讲这段呢 啊 这段跟马超有关系 想当年 十年 十九周岁啊 十九周岁的马超 想当年 那 这个 李绝和郭四 他打着什么旗号的反共产的呢 他打的是 为董卓报仇 啊 为董卓报仇 这比较 这董卓吧 本身他就是 大家会都知道他是坏人 李绝和郭四也知道 他是坏人 那最开始呢 毕竟那是自己长官 那军人嘛 对吧 对吧 他这个李绝和郭四呢 就说 那我 给他报仇 那我 我既然打不起了 我赢了 我是那 那我 打的这个旗号呢 我就点 做做样子 他又把董卓呢 又给他做了一个 董卓的这么一个啊 这么一个 算是一个 祭祀的这么一个东西 做了个棺材 结果后来这个老罗 好像实在看不下去了啊 在原著里面 这三个演义 原著里面 这个给他写死了啊 怎么写死呢 就是当天 就是追 追尸大扁 你说这个 董卓嘛 农太师啊 被奸人所害 就当天一到雷 直接把这个棺材劈碎了 扎都不剩 当然这肯定是编的啊 这个这肯定是编的啊 因为你劈哪 也不可能劈到棺材上 对吧 这个 但是说这个意思 反正老罗就是觉得 董卓这个人 确实挺可恨的啊 但是呢 你不能改变历史 真实历史 这段呢 也确实差不多啊 都是这个主将 这里面呢 十年啊 你看 你李绝郭四 霍乱朝纲 这马腾不干了 马腾说 我操你俩还装上逼了啊 你俩算个灯啊 你俩 你俩给这逼逼来来 打他 李绝郭四呢 就说 我操你 你算个灯啊 然后呢 就派两个武将 这俩武将呢 就去跟这个马腾打 这马腾手底下 有一个19岁的人 叫马超 对吧 很多人就说是马超厉害啊 你俩打不过 这俩人说 马超19岁 小鼻仔子 对吧 就跟我们现在来说 消害 就是消害 对吧 曾卓军 对吧 马超自卓军 马卓军 对吧 这就是消害嘛 小鼻仔子 你打不过他 我打不过他 结果double kill 上阵就两三回合 就被搞死了 反正总体来讲 马超 马超就是出场 就是巅峰 那个时候这么说吧 那吕布还没死呢 很多人说 这个吕布没死之前 都是吕布厉害 吕布一死 都是人均不雅 不下吕布之勇 当想当年啊 这个马超就很厉害 就一个人就搞定点 对吧 而且是秒杀那种 那所以说 马超当时很厉害 那这里面呢 很多说 那马腾赢了吗 赢了 但是又没完全赢 这不是讲到后期 李绝哥四 他俩要重归于好 然后又对吧 后来呢 汉仙帝呢 被这个曹操救走了 汉仙帝说了 曹操是忠臣的 看不看见 忠臣 大汉忠臣 曹梦德 马超梦启 马超四卓军 太狠了 当然呢 这里面说这个马超 马超呢 很多人说 再出现的时候 就是那个 马超跟韩随 这里面说一下 韩随呢 在征讨这个 李绝和郭四的时候 也有故事 韩随呢 打仗啊 不是特别强 韩随呢 跟马腾俩人 败把兄弟 但是呢 最后的结局 你看后来 多想涛涛了 跟马超 也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马超这个人 不适合当主公 马超也多疑 而且马超这个人 他姓极 而且这个人呢 不讲人性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 就甚至呢 就是他爸的死 严格来讲 其实是他 他一手造成的 个人 这么跟你说 其实曹操啊 他是坏人 他就是坏到明显 我明显告诉你 我是坏人 但是这个曹操呢 有的时候 还是能接纳一些 这个人 就哪怕我跟你有仇 哪怕你怎么样 但是呢 为了未来考虑 我可以忍 他不像董哥 忍不了 连个貂蝉 都不愿意给 那个吕布嘛 对吧 而这个 对吧 这个马超呢 就数次想要挑战曹操 最后给曹操整鸡眼了 曹操呢 先示弱 先示弱 然后结果呢 回来就把马超给整死了 这马超不愿意才跟他干 后来马超兵败 只留了十来个人 最后投降张鲁了嘛 结果呢 你投降张鲁也算了 张鲁最后又投降曹操 他的一家老小 该杀的杀案吧 对吧 媳妇该被嫁的 嫁人 反正马超那原配挺惨 对吧 反正整体来讲的这个意思 好 这里面打招呢 是打九连 一二三下蹲 一二三下蹲 一 然后再打尾连的路 反正总体来讲呢 虽然说看起来很灰啊 但是这个boss 你没办法 这个boss他歪走 确实太恶心了 一二三下蹲 一二 可以 无伤系列全 全处通全有了 但是呢 我没有解说完 现在无伤 我只解说过 第一步是解说的 别人打的诸葛亮 第二步是 第二步是小李仔的 这个白张飞 第三步是小李仔的 诸葛亮 这是诸葛亮两次了 第四个是现在这一步 就是小李仔的马超 曹真夸王霜 王霜之勇 王霜嘛 王霜还差点 咱就这么说啊 其实 你要说 暗度陈仓这个事 对吧 诸葛亮做的确实举 诸葛亮呢 他不是正面战胜的 这个好招跟王霜 他是搞事情搞的啊 这个王霜呢 先被斩 好招又被搞事情斩 诸葛亮呢 玩套路 诸葛亮是狠 诸葛亮你看经常在对吧 一整就是啊 先生教我啊对吧 你就说那西凉马腾 懂了啊 懂了 我跟你说 马腾的死 多半是因为诸葛亮 我跟你说 马腾如果要是这样的 再有再天之灵 一个雷不把诸葛亮批死啊 马腾都该打地了 真的 真是 你看那三个眼一眼 有点啥事 你就说那西凉马腾 哦 马腾也是无敌了啊 精神病啊 廖画也很厉害 廖画呢 想当年跟着关羽 对吧 应该说他跟着比周苍晚 但是呢 因为跟关羽有一面之缘 后来呢 刘备拿下了鼠啊 对吧 西川之后 廖画才去投奔 并且最后呢 廖画也是坐到了这个 这个 大将 不是大将军啊 廖画是坐到了这个 应该是坐到了很强的位置 但他并不是车技 或者是标 标记大将军 他坐的位置 应该相当于 武将的前几名 但并不是 因为廖画吧 这个廖画很多人说能力有问题 但其实不是的 三个眼一里明确表示 廖画虽然说 在指挥大作战方面上 根本当不了元帅 但作为先锋 作为这个武将 廖画是 确实是很厉害的 而且他最牛逼的战技 是差点生擒 斯马仪 廖画差点生擒 斯马仪 所以说廖画呢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弱 只是他不强而已 对吧 他没有那么强 你像他 如果你像廖画 你让他 你让他跟什么 这种能带兵的 能镇守一方的人比 根本就比不了 对吧 这是比不了的 好 一顿下顿 好 看看 这边啊 跟大家讲啊 就是 如果是按照我的理解呢 那马超啊 很多人说 马超怎么 后来 马超大战张飞 对吧 马超大战张飞 然后张飞呢 对吧 这个跟这个 跟这个霍 霍骏 两个人呢 这个在加盟 加盟关 大战 大败张和 后来呢 又洗起了南政 又洗了南政 很多人说 那马超呢 马超一直啊 应该说 在蜀汉的 这个 中期 都是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马超的 堂帝 马带 在诸葛亮的 帐中呢 属于 应该是 这个人物当中 是前十号的人物 后来也就有了 马带 脱蛊 马带 让马带 对吧 去诛杀 这个魏延嘛 在演绎当中 是这么描写的 但是要说句实在话 马超不像 大家说 想象中的 那个样子 很多人说 马超呢 后来没有被重用 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啊 只是 没有用到 该用的刀刃上 因为你 你就记住 兄弟马 跟待会讲一下 如果你要北伐 如果你要北伐 你是不能用马超的 可能说不对啊 对吧 马超跟曹操的 曹氏家族有 杀父之仇 你派他去 是不是更好 不行 如果带着仇恨打仗 就会像刘备一样 带着仇恨打仗 是不行的 而且呢 马超呢 如果 如果降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想当年 马超领着 张鲁的军队 去攻打刘备 为了救西川 你看啊 结果呢 降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他甚至可以 不要自己家里的家眷 如果你派马超 镇守 还好一点 镇守 这个 跟他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他 让他防守西枪 没有问题 你如果让他 打进攻 万一他不听指挥 怎么办 兄弟们 懂吧 当然的 马超的位置呢 在蜀汉当中 名义上是二号人物 但官职上是一号人物 名义上是二号人物 他甚至排到了 这个关羽的前面 但是事实上呢 你懂的 肯定没有 荆州的关羽重要 更没有身为 对吧 国杖的这个张飞重要 对不对 张飞身为国杖 没问题啊 对吧 因为后来 刘善是封他女儿 为 皇后 对吧 皇后死了之后 他的妹妹 又是封为皇后 很厉害 当然咱们在这里 先不说这个事 那之所以说马超 马超呢 在刘备 你看啊 五虎上将 怎么死的 关羽走卖城 最终呢 被吕蒙所杀 对吧 然后呢 张飞 在这个 被范江张达诛杀 最终呢 提头投降东吴 虽然说后来报仇了 但是没有意义 而这个 黄忠 在对吧 征东的时候 在这个 征讨江东的时候呢 死在了战场之上 黄忠 最终是 对吧 初始未接 神仙死 对吧 这个五虎上将 已去其三 赵云呢 虽然说在正史当中 不算武将 但是赵云 最起码 他狗 他把他活到的最后 而且呢 也确实在演艺当中 地位很高 也算是脱孤 重臣之一 而这个 马超呢 后来 你说明的故事 其实无论是 安居平武路 还是说 一时都是帮助啊 这个帮助诸葛亮的 镇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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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中的西北方向 应该说啊 马超呢 是起到了非常强悍的作用 但是不能争讨 如果派他去争讨 对不起 那就太难了 今天在讲历史吗 谈不上讲历史啊 这 这是结合正史 尤其是主要讲的是小说啊 讲的是三国演义的小说 三国演义当中 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罗冠中编的 啊 他不是正史 但是为什么要看三国演义呢 三国演义啊 相法就有很多所谓的正史 他也未必是真的 但是肯定比三国演义真的多呀 对吧啊 无论你看谁写的 是司马氏写的 还是陈寿写的三国志 还是每一个后代 后面的朝代 好了 兵宴不吃 还是后面的朝代 被前朝修饰 对吧 圣 对吧 这个书都是圣利人书写的 所以说历史这东西 你也不能全信 对吧 所谓的正史 但演义为什么要看 一定要看 因为演义演的是义 演的是德 演的是人 大家会儿现在好 现在的社会太浮道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都不记得了 不知道什么叫义 不知道什么是德 更不知道什么叫做人 也不知道什么叫贤德 对吧 贤也不知道 总体来讲呢 看三国演义 就是看一部人 我们之前不讲过吗 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最终的结局 跟性格是深度捆绑的 就开始我们讲了 讲了刘备 关于张飞 诸葛亮 曹操 他的性格和他最终的结局 都是对吧 跟性格有关系的 我们又讲了董卓 讲了王宇 又讲了吕布 讲的人非常多 也讲了司马仪 也讲了孙权 他讲的非常多了 一个雷 直接烧到 卡住兵了之后 就非常简单了 小剑桶起手 1234 前手一根 大建 噚噹噰 啥种 讲 讲 我跟你说 当这个权力者的妻子 有时候却挺难的 他难在哪呢 他就难就难在吧 你确实没办法 你就你想改嫁 你都改不了 对吧 你想改嫁都改不了 没办法 那比如说天要下雨 你要嫁人 对吧 有的时候封建女人 有的时候为了留真杰牌坊 就在守国寡 有的人可能连孩子都没有 你像什么大桥是最惨的 大桥呢 其实他后期都不讲了 孙策的夫人 这个大桥 那你大桥 桥公有二女 长约大桥 次约小桥 那大桥后来 那你孙权应该怎么对大桥 没法说的 无伤当然难了兄弟们 无伤肯定是难的 梦幽是谁呀 梦幽是 梦是三兄弟吗 不知道梦是三兄弟有三 老大梦杰 老二梦霍 老三是梦幽 对吧 很多人说梦霍 又不是老大吗 没有啊 梦后是老二 老大梦杰呢 还是一个讲儒家思想的一个学者 算是一个文化人 后来看不惯自己的弟弟和三弟 他俩这个怪怪的 他俩呢 虽然说有能力 但是不好好做事 老想着违抗天道 民不聊生 等等的 老是说不好好创业 老想着我欺负别人 然后赚点钱 大家伙尊敬我 虽然说有能力 但是没有意 后来呢 这不是 对吧 南蛮入侵 后来这不是被诸葛亮搞了吗 七秦氏啊 七秦氏 你是不是你毒杀了七加一是三口 我没有啊大人啊 我再问一下范福七秦氏啊 老四孟仪是狠啊 孟仪真是服了啊 无伤不是受了点伤吗 他升到十级 升五级就可以涨血量上限 但是涨血量上限不代表要把血涨满呢 对吧 这个升到十级也会涨 十五级又会涨 二十级又会涨 有血量上限的啊 你不要误会 好不好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吴国泰是孙权的小姨 不是孙权的母亲 这句话是没错的 但是呢 大家可知道啊 生恩大 养恩也大 有的人甚至会认为 对吧 生恩不如养恩大了 对不对 大家伙都知道啊 亲生母亲和对吧 和这个养母比哪个重要 都重要啊 后面你包括在封建时代 比如说尤其是家里 比如说你你你你爸是个员外 可能是有对吧 有个正牌夫人 有个敌 有个嫡妻夫人 自己的亲妻子嘛 对吧 抗力情深的妻子嘛 但是你可能为了传宗接代 为了让自己的乡否延续 可能多娶了点老婆 对吧 姨太太 是不是 那生现在姨太太 姨太太亲生的孩子 管姨太太叫什么 叫母亲 那他管那个嫡妻的那个夫人 叫什么 说白一点 你比如说 这个皇帝有皇后 对吧 然后皇帝还有妃子 妃子生的儿子 管妃子叫什么 叫母亲 对吧 对吧 叫母亲 那他管皇后叫什么 是吧 所以说这个封建的时候呢 这个嫡妻的母亲 嫡母是重要的 当然了 讲人心啊 你如果说你 你的母亲 对吧 你嫡妻的这个母亲 对你不好 你不是 你对外 等你长大了 你不认他就完了 很正常吗 好 一个铁莲花 再追 卡住兵的话 就比较简单一些 那你说 你不卡兵 那怎么说 对不对 不是后母 嫡妻的母亲 她是真正的母亲 你们看那个甄嬛传也好 还是看什么也好 就是这个皇后 比如说皇太后 一共是有两个皇太后 对吧 这个一个皇太后叫什么 叫圣母皇太后 这不是那个巴黎圣母院 那个圣母 圣母就是 圣母 就是代表皇帝 圣上 圣上 皇帝 皇帝的亲生母亲 叫圣母皇太后 但是呢 还有一个母后皇太后 这个母后皇太后呢 那就是比这个圣母皇太后 要厉害 典型咱们就看啊 典型咱们就看那个 对吧 这个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那是什么 那慈禧太后 她是圣母皇太后 她稍微弱一点 而这个慈安呢 是母后皇太后 那就是高一点 能理解吧 能理解吧 你们说的那个什么 吕布的女儿啊 张飞的女儿啊 什么关羽的女儿啊 什么黄中的儿子啊 这些 还有黄中的女儿什么的 那都是那个什么 反三国演义 也是一个小说 算是比较优秀的 同人作品 其实你看 《红楼梦》也一样 《红楼梦》前80位作者 曹雪鑫 原住 对吧 结果呢 没写完 那为了把故事写完 那个找点同人作品 补上班 就跟好多人说 西游记 如果西游记 这个对吧 后转 最开始 我记得被一个叫老师的人吧 一顿吐槽 确实啊 他那个电影有很多废的地方 什么 鬼术场面 还有一些灯的地方 但是呢 就现在就剧情上来讲 哎 你还真没说 这个西游记后转 还真的口碑逆袭了 但咱就单从剧情来讲 那这西游记后转 它明显 它就是一个图人作品啊 咱就说 可能这就是开玩笑 就是说可能 就是这不是原著了 你就没法说了 对不对 张飞的两个女儿都是皇后 姐姐是第一个皇后 后来病死了 她妹妹就被封为第二个皇后 总体来讲 刘善啊 是非常喜欢张飞的女儿的 张飞的女儿嘛 不就是名字吧 姓夏侯 单名一个娟儿字 据说是叫这个名字 因为古代的时候 女性啊 一般是没有什么名字的啊 而这个后来 你看那个 蜀国后期的时候 有一个政变 叫高平陵政变 高平陵政变之后呢 司马仪死了 但是呢 司马师和司马昭掌权 然后呢 司马仕呢 为了肃清曹氏的势力 所以说把这个当时 司马仪非常看重的 这个夏侯氏的武将 就是夏侯霸 也是一员这个 不可多得的好将领 这个夏侯霸 还怕这个司马仕对他清算 对吧 因为他肯定是曹氏的忠臣嘛 所以说他害怕 他宁可投降 蜀国 因为其实按理说 魏国当时已经算是亡了 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而且我还害怕 还怕自己被清算 被搞死 干脆我投降吧 他投降蜀汉 投降这个 这个江维 夏侯霸 他投降的时候呢 是刘善亲自去迎接的 他俩应该这么算的话 他俩是一辈的啊 他俩是一辈的 你应该算是国舅爷啊 小舅子应该这个或者舅哥 反正咱不知道谁大啊 应该是刘善大点啊 我也忘了啊 就这个意思 大家会一看 哎 这个夏侯 这个夏侯 大家会下侯毛是夏侯毛啊 你不要种错了 夏侯毛是那个驸马 夏侯毛是个懒匣子啊 夏侯毛呢 唯一的高光时刻就是差点把赵云对吧 给给搞死 但是呢 由于观屏和观星和账包太猛了 导致呢 赵云差一点啊 那夏侯毛后来被升起 那三个演义里面明确写的 但是呢 因为夏侯毛 放走他无所谓 哎 不过 对吧 得到了这个姜维 传说中 四大称号 卧龙 凤雏 总虎 加又林 又麒麟 就是小 对吧 对吧 这个这个麒麟的这个 又年时期 说白了 就说白了 就啥呢 你是麒麟 麒麟子 你是头子 你有能力 但是你还是太小 小臂仔子啊 对吧 你还面 你还点历练历练 就大概是这个 这个形容啊 好 我们看看 现在 这边咱们是不打灯的 那不打灯的话 也就意味着 咱们不走雷道了啊 上次是走了雷道 这次是不打灯 你懂的 但是夏侯爸最后也没啥好下场 夏侯爸呢 在北伐的时候 夏侯爸就梗了 其实夏侯爸的地位很高啊 夏侯爸的地位 你想想 他在蜀汉 他有政治成分 他政治 政治因素好 虽然说你是曹操的人 但是现在曹氏已亡啊 明显是司马 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对不对 你曹氏 你先别 咱就先别说 你帮曹氏报仇 你现在就是去帮曹氏报仇 我就帮你报仇 你看啊 夏侯爸 对吧 来投蜀国 蜀国又多了一个军事的动机 就出师有名嘛 对吧 他多了个什么名 对吧 名头呢 我替曹氏报仇 就是这时候咱不说什么 什么曹丝 篡汉的事 对吧 我们这有个人 谁呀 来站住 来来 夏侯爸 什么意思呢 我替曹 我替这个曹锐 什么曹方 曹焕 曹毛什么的 我替他们 我报仇 我清军策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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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多了一个军事动机 我有个理由 对吧 这个很烂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夏侯氏跟刘善高度捆绑 有亲戚关系 对吧 虽然说是外戚的亲戚关系 但是很近 没有出三幅 两幅都没出 所以说有的搞 好 这个无双 他是没有选择把这个boss卡在那里面 之前选白张飞 是张灵剑卡在里面 选诸葛亮也是张灵剑卡在里面 跳A 选手 妈的 那比赛刚过一半 那个比赛 如果不是各种三连胜的话 那个比赛的话 我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一点吧 五个小时吧 晋朝一共多少年 两个来讲 晋朝三世而亡 你不要说什么西晋啊 东晋的问题 因为 作为大一统王朝 他后来分裂了呀 后来又南北朝了呀 你这个东西 他就没法计算了 对吧 没法计算了 其实咱们就说宋朝也是 你现在哥先来一样 无论是南宋还是北宋 他其实并不是大一统王朝 什么叫大一统王朝 兄弟啊 秦朝 对吧 汉朝 然后呢 呃 其实晋朝也不算 对吧 那肯定不算啊 然后呢 这个 随朝算啊 兄弟们 随朝是 很多人就忽略这个事 那 仰来讲 你先别说唐朝 你说随朝 这是很重要的 实陆维码的典故 小学都学过啊 兄弟们 元朝就有点过分了 元朝其实 兄弟们 就中华文化的话 元朝确实是 在中华这块主题上 大一统王朝 但是呢 元朝已经不是当时那个 成吉思汗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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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力范围的 就是这里面 我 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啊 有一个 在现在四川那个地方 叫什么来着 钓鱼博是吧 还是钓鱼 什么玩意儿 成吉思汗下面有一个大汗 也是最大的汗 这个最大的汗叫什么 叫猛哥 大家会知道吧 你看我记得好像是 咱看那个 神雕侠侣里面 最后那个猛哥被 被那个 那个谁 这把 被那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杨过呀 给搞死了 对不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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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他死了之后 所有人都来 征这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 忽必烈 如果猛哥不死 忽必烈 不知道干啥的 兄弟们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理解啊 可能忽必烈是 成吉思汗的孙子呀 厉害呀 元 元太祖 那肯定 牛逼呀 那个 那不是猛哥死了吗 那猛哥不死了吗 猛哥不死 他们这个 当时这个 蒙古 他就不会分裂 我跟大家说 讲一下啊 这个所以 为什么说 我说元朝 严格意义上来讲 他在华夏版图上 咱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按照 当时这个 成吉思汗的 这个老挖子 想 他应该是分裂的 他这个元朝 和另外一个势力 就隔开了 我说大伙 懂不懂我意思啊 就是说 对于他们民族来 就是当时 他的认为来讲 就他们的角度来讲 我们是分裂的 我们没统一啊 但是呢 就我们 因为我们是按照这个流域 比如说我们是两河 对吧 就是长江黄河流域啊 不是 长江黄河流域的文明 我们这个文明的土地 这一块土地上 应该说是被元朝统一了 但是对元朝 对于元朝 这个胡秘迦 他自己本人来讲 我们没有 完全说 懂吧 就说这个情况啊 咱就说这个意思啊 你说当年 你说当年 这个元朝 如果他争 如果他争讨那个 当时的这个日本国啊 争讨当时的日本 请问 因为那个英 那时候日本那个战国时期 还刚刚还没有形成雏形呢 大伙知道日本的战国时期 最后结束了 风尘秀吉 对吧 这个差一点就统一 结果 这个 差那么一捏捏就死了 后来呢 这个叫 那个叫什么 本能寺是吧 然后后来这个 对吧 这个德川家康 最终呢 是把这个幕府时代 搞得很清楚 最后 是吧 搞的那些战败的日本浪人 跑到这个中国沿海地带啊 明朝时期 当了这个 对吧 当了这个雇佣军 很多人说倭寇 倭寇是日本人 倭寇呢 大多数啊 是 来自于中国的这个乔道 这好多人都已经 证实过了 这个有很多 对吧 这个应该算是 歌线来讲 就是马匪 然后他雇佣一些 日本浪人 然后当做自己的战斗力 然后后来发现 他们的战斗力很强悍 然后跟着这个路子来 然后就突袭沿海地带 然后一保证 对吧 自己能吃上饭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当年 这个元朝 如果打 打日本 假如他打赢了 那现在这个世界 咱们怎么说 兄弟们 你们你们觉得呢 我没玩过日本 很多的游戏 但是我玩过 光荣游戏的一款 叫无双大蛇 我玩过那个 无双大蛇 这个无双大蛇呢 集合了三国人物 还有日本 那个战国人物 甚至里面 还有除了那个 元吕智 就是欧若尺 就是那个大蛇 除了正常的大蛇之外 还有什么 女娃 福西 苏武空 什么落马西走 我是真服了 啥都有 就是三国无双 那个机板 然后你懂吧 你说 当时元朝 都已经打到 这个崖山海战 对吧 亲自压着文天祥 观看了 十万军民 投海自尽 非常有民族气节 值得尊敬 文天祥痛不欲生 数次想要自杀 绝食六天没死 最后呢 还是被刺死了 因为他无论如何 他也想不了了 对吧 那祥是别想祥 那是不用祥 文天祥确实是爷们 但是 你说那元朝 都干到广东那边去了 我他妈的 就干不到日本那去 你说当年 如果干到日本那去 什么感觉 如果日本当时被殖民 统治了 哇他妈 对吧 那现在这个 时间线改了呀 你现在有人 如果穿越回去 对吧 如果有个人穿越回去 然后对吧 找这个忽必烈 搞一手 那怎么说 那对吧 我告诉你 这两天有台风 这两天有台风 这台风先别去 你就不会算 你没有天气预报 你知道吧 你得有天气预报 你去了两次 每次都是台风 我尼玛醉了 必须得有 必须得有天气预报 对吧 那怎么呢 那导播就不刮风吗 刮呀多少啊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啊 哎 听说过 没见过 两门的武器 你到了 就这个 你必须得搞事情 好 来看看 哎 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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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布 来看看 打铝布 有三个盾数 再加一个电剑 一个 下蹲 一二三 下蹲 一二三 四 前手 就打一套 这点血啊 一个 少一个 青天剑 那青天剑 太忽悠人了 现在好多人说张恒 那个地动仪 都是忽悠人的 虽然说呢 我能理解科研工作者们的 这个说法 但是吧 他只能说 你认为是没有用的 但是 你又没见过 真的地动仪 你哪知道 有没有用啊 对 你都 就好比当年 咱们 那个 那个数学家 多少来着 早在 一千多年以前 就已经算出 圆周率后 好多少倍 对吧 这个 那个时候 咱们没有阿拉伯 数字 也没有什么的 你就会发现 卧槽 那 这个对吧 好 电剑 对输 组充之 对吧 我就说呀 有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 他咋算的 是歌元法 还是什么什么 对吧 你不知道他咋算 但是人家就能算 你想想 那个时候 咱们还没有阿拉伯数字 还没有方程 是吧 你 这是不好说 有的时候 你没见过吧 咱真不敢 下结论 说 假的 不可能 对吧 你这个东西 包括中医 很多人说中医 到底是不是伪科学 我告诉你 中医 有很多地方 确实也是扯 但中医呢 确实 积累这么多年经验 我告诉你 中医是有东西的 明白我的意思吧 哎 中医有的地方 它不管是偏方 还是啥 确实有用 但大多数 有很多地方 可能也是整错了 听幽逼了 就是相当于 好 来看看 雕虫小技 这里面 咱们是不是要跳啊 兄弟们 我估计是要跳 他 最后一下起 一个盾树 天盾树 不用想 肯定是天赌树 你在电一下 电不死了 这家这太贵了 哎 你看万一 对吧 无比险 你垫他一下吧 又垫不死 我告诉你垫不死 你相信我 好 来看看 差一点无伤没了兄弟们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姐说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 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 我们就下期 再见吧 下的慢 看招 我拿着吹牛逼这个劲儿 我告诉你 你有谁能像我这个逼让脱狗 叭叭叭叭 TBYA 那三五个小时 叭叭不再重复的 啊 对吧 上到 对吧 女娃夫妻 盘古开天 吓到 对吧 吓到我狼刚才刚上了个厕所 我都能详细给你表述出来 啊 还有就是我朋友的前女友系列 我牛逼啊 你说我这我他妈的 我 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就这个B啊 我说你们不得送点什么 阳光蚂 半卡 飞机 火箭 操火的 一天天的啊 等一晚上就是等这个 那你是有点狠 感谢我们的七神木烟一手大金塔 OKOK 无中生有 无中生无谢可击 无中生有顺手牵羊 过河拆桥 好这等级不够 挨完之后自己垫自己啊 但是不费血 待会心里有数 好这玩意一下就死 有垫剑之后啊 这种铁甲兵铁甲骑兵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最开始是327个贵笔 这个一结束瞬间变成310 少了16个贵笔 真是人气估计一点少 总体来讲一句话 就是你太狗了 对吧 太森的地基就太狗 我说错了吗 那肯定啊 那你要说不狗的该打地的 对吧 现在308 314了 又来6个 天师傅 这我老想起那个 对吧 无火神焰善 神兵悬火善 无火神焰善 什么九天悬兵善 贵笔就是真实人数吗 不是 严格来讲 真实人数绝对是比贵笔人数要多的 贵笔人数就是 但凡你送过礼 比如说你送一个半卡 你就是贵笔 感觉这个雷挺帅啊 好 连续雷 12345 上山 打老虎 那肯定是贵笔的 你点那个贵笔啊 你就会发现贵笔有人物的列表 然后呢 如果没有送过礼物 咱这不是一个比赛链的问题 我们说这个意思 然后呢 对吧 就是不会出现那个贵笔的 最开始的贵笔最牛逼啊 最开始的贵笔叫贵族 他叫贵族 贵族呢 是你最起码得开个骑士 才会显示吧 无论是什么绝啊 什么什么主角 男举公爵啥的 什么王国王 皇帝 不是天刚披水扇 我说为什么我用那个口音 火火神焰善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那是西游四个传二代 里面的斗具 一个是一个火扇 围着你身边转 啊 就跟天使服务的火似的 但他只有一个火 一个是一个冰扇 叫九天玄冰扇 啊 也是围着你一时转 啊 就是冰属性的 你要如果说是天刚披水扇 那是那个三国战技二代 有五火神焰扇 天刚披水扇 还有一个是赤风 以及乌羽 一共四把武器 好在这里 这是为了生十二十几吗 兄弟们 时间不够了 必须要把病人打死 才能把那个许续 啊许续召唤出来 来 许续 谁敢扔我 一个烟魂 哎 打的烟魂量 打的血并不少啊 你看 一个毒 招完状 来 看一下 先指路 然后可以接 一个毒标 先人指路 后前手 怼走 一个毒 好 先人指路 一个毒 好 一个毒标 不用先人指路了啊 够了 追地就可以追死了 大哥 为了稳 为了稳 飞轮 毒标 啊 烟火料 其实按理说啊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血杀也还无所谓 马超的血杀是最低的 血杀的速度太快了 但是如果说马超的 你要说血杀 那费血的血杀算不算无伤呢 我个人感觉血杀也算无伤呢 因为我是没有被打呀 我只是费血了而已啊 就跟恐龙快打一样 无伤的玩法啊 可以用的 以前我老是叫许楚 他他妈就是叫许楚 他写错了 他确实是叫许楚啊 只不过他妈的这个文字可能有问题 变成许叙了 好感谢我们绝活哥 我越称你为绝活啊 绝活哥一首82年的大金卡之处了 123没有小兵 反正随便打 好 哎 绝活哥又又来一张大半卡 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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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拐回来 123下蹲 123 4 是 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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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st 尚 蝬 ark 就学校就无比懂吗 现在想想2B一样 当时谁也没想到 还有什么无比 用什么无比 这样的 今天晚上我们去哪 然后去哪 你把谁叫上带上谁 然后晚上我们吃那啥 然后这样的 明天工作咱们这么安排 你如果说你明天去 他如果签字了 一手语音就完事了 什么是浮的啊 绝活哥 直接4连半感谢绝活哥 OK 来看看这个黄盖 119无伤天王无伤啊 确实难啊兄弟们 一样哎正好跳过来 其实马超 我觉得更难一些 所以当然最难的还得是那个 那个正常的黄中 你要是白黄中还好点 那正常的黄中无伤 太赖了啊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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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反正是弄小的吧 这都过年了 都得备点年货 哪有那么些闲钱给我狼送礼物啊 都得备年货 对不对 要不 要说我狼那个啤酒还到了 咱直播间那个 应该说我狼小狼传媒的 就我狼那个钢带啊 就是咱就那个非常可爱的 那个身材比较魁梧 给我买了过年礼物 花了三百块钱买了一箱 那个精酿啤酒啊 知道我号啥了 好一个盾数应该是人盾 人盾数比较粗 太平药数呢 是可以吸引那个兵 好马超这个打分实在是太慢了 正常人到这都满级了 这马超到这才二十级 我这真服了啊 整几瓶小啤酒 我小啤酒 咱不仅有天顿鼠还有电剑 一会儿还有魏妍 有电剑一会儿看看这个这个大马是咋死的啊 咱不仅有天顿鼠还有电剑 一会儿还有魏妍 魏妍 魏妍 21级才能补被电啊 你们到现在的21级才补被电啊 记住了 20级不行 21级就没事了 这个你们小的时候都不知道的吧 擦枣筋 当初我狼儿那个时候最开始还不会喝金箱啤酒 费尔德堡明显也是他妈的工业水皮啊 费尔德堡虽然说是进口的啊 相当于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德国的燕京啊 有点实在是没啥太大的牌面的感觉 好隐身 我操 后面那个九节帐那个那个黄红啊 差一点就给他一锄的 费电不掉血的 好直接怼死 我靠 五进的马超也出了 最后一个五进的 果然确实是 但是也出了 小狸仔已经出了 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解说而已 好啊 我们绝活哥又来五连半 感谢绝活哥 这半卡 这不一项了啊 感谢绝活哥 多谢多谢 一顿小店 他不拿兵剑就没有必要啊 你去拿兵剑干嘛 打沙摩克 打黄盖 这些boss都好打啊 真不好打的 其实相反 你像那个魏延 其实不太好打 但是呢 马超记住啊 马超是有一手什么呢 马超是有一手这个 这个太清丹精可以用的 马超虽然说用不了那些 其他的中宝 但是太清丹精可以用 哎对 而且打曹操有家常 想到你啊 很多人说马超单秒 秒不到几个啊 但是他是唯一 唯数不多能单秒操操的人 单秒操操 赵云 马超 雕缠 张辽 一手天盾书 能电两下啊 最多电两下 我就是没办法 太清丹精 这也能变 结果变成了一个小龙 先紧手 哎呀 变成小龙是真讨厌啊 变成小龙跑得太快了 来 独标 下蹲 一个度 独上 A一点 开始战 虽然说对电伤害还是挺 挺挺高的 但是没那么高啊 哇 左磁 不用 哎 你那个 大 大多数的五进 是不需要跳左磁的呀 大多数的五进 不需要跳左磁啊 五进玩法是不跳 你无伤可以 五进很少 跳左磁 五进基本上都打左磁啊 进卡兵 进追地 你应该说是进卡兵进追地 好了感谢阿公哥的一手办卡 然后绝活哥又一手飞机 难道今天四星有 四星有 四星是不能 四星不能了啊 那个 因为啥呢 因为那个 还差很多飞呢 没有暗示啊 绝对没有暗示 我只是喜欢 我只是这个意思 只是一个意思 好感谢绝活哥 这绝活哥今天真是 卡卡就也不说话 然后就就替我狼 那什么 我输去笑脸 你看这一送一收到礼物啊 是不是666的 发大财 发大财 感谢绝活哥 新的一年礼 祝绝活哥 心想吃生 万事容易 家庭生活 工作顺利 发大财 疯狂暗示 疯狂 我跟你说 这玩意哪有一锤子买卖的 对吧 这打赏这种东西 有时有赏的 你说你 这可 抠羊毛 就卡卡抠 有没有点 对吧 那就要看阁下 有几斤几两了 隐身一 换成普通剑 123 下蹲 123 下 前一锁 他前面还不会强制的 自动反击 他一旦自动反击 就会 跑到屏幕中间 然后练个猛舞包 练个猛舞包 确实赖啊 看你直播很久了 发了礼物 表示一下 OK 感谢居后哥 这个 所以说我狼呢 怎么说啊 也就是说 我狼呢 虽然说那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 平时只会吹吹牛 讲讲小故事 什么兄弟前女友 之类的 但是呢 收获总是有回报的 感谢居后哥 大力的支持 这野火漂亮 我管你那个雷 能不能炸到我 隐身衣 烧不烧吃 现在呢 还有两个隐身衣 对吧 他会爆一个隐身衣 两个隐身衣 然后还有傀儡娃娃 还有傀儡娃娃 看看 神仙比 那就没啥样子了 等着了 等着了 隐身衣 这曹操 就是人 曹操人送外号 对吧 不是 应该这么说吧 张飞人送外号 小曹操 我感觉这个 张飞长得像曹操啊 这应该用 不是 那个曹操长得像张飞 你把这个曹操 这个角色 给他配成张拔蛇毛 我觉得这才是 真正张飞长的样子 就是按照三位演义里吧 好 变猪了 前前左 就是前前左 不倒地 还有属性伤害 这隐身衣是真的赖啊 野火燎原没死 前前追地 好 还是野火 漂亮 马超 天王难度 119 天王难度 无伤啊 真的是全程没有受伤 到最后才153万 而且到最后才21级 我也是服了 这马超确实面啊 好了 那最后也是感谢小历仔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会喜欢我 然后解说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 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们了 我们就下期 再见吧